當時這個放羊啊 就把羊圈在這麼一個 就是一個的帽上 它叫山帽上 然後我就坐在那兒就看書了 看書冥想 讀書 我想這是一個 終身的愛好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末 我才十幾歲 就從北京 到一個叫梁家河的小村子 我到那兒去當了農女 在那裡度過了七年的時光 出門的時候呢 懷裡揣一本書 我那時候揣揣什麼 那時候揣字典 成語詞典 簡明哲學詞典 背一個詞 背一個詞的意思 就去除地 然後再除一圈地 再找休休再背一個詞 十年寒窗啊 讀書最多的時候 就是到農村 這個時候就到處找書啊 到處看書啊 一物不知身以為恥啊 當時可以提出這樣的一個 自我要求 我們小氣候 這個在我們那插隊的呢 有一些是那個 知識分子的孩子 不相借閱 而且呢 有一些這個鄉村老師啊 都有些收藏 我記得我那兒有一套福士德 疙瘩的福士德 尾編三絕啊 就是不想玩 那個人討書討了三次 我請了吃了三頓炒雞蛋 那我打不走了 再繼續看 這個涉獵各種史書 最後 後來二十四史 基本上都是涉獵了一下 包括軍事學的書 跟我一起共共共共識多年的 那一位知青 他把他們家的這些 克勞塞維茲的戰爭論啊 什麼的帶去 所以讀的非常廣 非常薄 非常雜 到後來的話呢 都各種正本書 哲學書 一直是在看 史學我特別喜歡 我最大的愛好就是讀書 讀書已經成為自己的一種生活方式 讀各類書 我想這是一個 終身的愛好 我很喜歡 萊蒙托夫的當代英雄 說英雄誰是英雄啊 每一個時代 他英雄有不同的表現形式 他的寓意就在那裡 讀萬劍書 行萬里路 經世之用 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貢獻你們的所有材質 這是一個英雄輩出的時代 祝你們成功 有一個是 在心裡那邊 隨時走 不認得